体育消息有第39届西班牙超级杯决赛 巴萨在和黄马的国家得比大战中 以3比1晚胜 历史上第14次夺冠 莱万和家为互相传设建功 佩德里则为巴萨打进第三球 黄马方面则由本泽马 踢进挽回爷面的唯一一球 这也是哈维执掌巴萨后首次夺冠 我会是在中南中约的冰 feito比了篇比较冰 会我们背对冰 无法打 太大了 虽然有人说外来不 我特别是在中南の数字 今天价格也有十分烦 成为教练的哈维 作为球员时 曾随巴萨夺得25项冠军 包括六次的西班牙超级杯 本场的破门是来万 在正式比赛中 为巴萨打进的第20球 与此同时 加维也以18岁0163天的年龄 成为国家得比历史上单场比赛 完成传设最年轻的球员 除此以外 这也是巴萨自2005年5月后 首次在没有梅西的情况下夺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